大家好,这个视频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新道的特别版的Synic 22 Synic就是它的名字呢,在上个视频上我有介绍过 首先看它的一些细节上的变化和颜色的一些配合 首先它是一个机翼版,机翼版的话就是他们公司近两年来开始出的一个特别的配色 这个配色呢,会在拉链的颜色选择上面,还有整个背部 背部的整个配色上面都会用到这个狼棕色 棕色在遇到灰尘,就是你出行的时候粘灰了并不会显得那么的容易脏 大家用过黑色的包的话应该会有感觉,尤其黑色的当病 出行的时候上面粘到一点灰的话就会显得,就会看起来会比较的明显 那其次呢就是它加了这样,我们国内应该叫这个猪鼻子这个挂点,这里一个 底部各两个,通过你用官方配件也好,其他配件也好,很简单的配件 加在上面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挂在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它上面用到的一个像斧头,一个斧头类型的一个工具挂在上面 就是这里可以挂一个东西,下面呢加两个绳子之后 就是它那个绳带之后,你也可以在底部加,比如说你经常需要用到这些三脚架啊 或者日常,你不想塞到包里面经常拿取的一些东西 底部呢也加了一个提手,然后这个提手除了挂东西以外 你也可以提着,两面都可以提,就是比较方便 其次呢,在包,就是G1版的话,在包的上面,这个位置 会这样的一个小牌子 这小牌子呢,是来自于LNT,就叫做Leave No Trace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组织 就它会告诉你,当你出去到户外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你就比如说,你的废物怎么处理啊,废弃物垃圾怎么处理 或者是你的,上面写到的,怎么减小最大的减小你篝火的影响 怎么去尊重野生的动物,然后怎么就是考虑到其他的一些游客 然后就是用他们家的一个挂钩这样做上去的 有需要的话就留着,没有需要的话,当做一个知识点看看也无双大雅 以上就是你右眼上能看到的一些明显的一些变化 包括它下面这个,下面这个收纳带 这个收纳空间呢,原来在Synic 22或者19上面 常规的版本上面呢,它只有一边有拉链 就你只能朝一边去拉 你东西比较大的话,你只能朝一边去拉 而在记忆板的上面,它的设计呢就是有两个拉链口 它考虑到就是如果你中间有挂一个东西的话 你的拉链在中立位,你两边都可以拉开 在一些小的收纳包上面,设计两边的拉链的话 都是比较方便的 那之前在Synic 22上面,我说过它的特色 在这里我里面放的东西呢,简单的讲一下 从侧面来看的话,它的包拉链可以拉到底 也就是说这个包的开合方式 把拉链拉开 开合方式跟GOLAR,跟一些行李箱是一样的 我可以把两边拉链拉到底了以后 整个把它翻开,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呢,是它的内部 有了一个内件可以拆卸的一个绑带 这个绑带在,比如说我用我的收纳带 装好衣服了以后,放进去 可以把绑带根据它的高度再来调整 比如说扣紧了之后,拉到底 就可以捆住我需要放的一个收纳带 这样的收纳带也行 像这样大一点的收纳带也可以 后续我会把收纳类型都集齐 然后视频也拍一下 这点完了呢,我把扣子扣起来 再看,大家看第三个点 刚刚也有讲过的就是,它内建了一个笔记本仓 这里拉开可以放进去 因为为了避免你的笔记本外壳被刮伤 它用了塑料的话也可以拉链 这个塑料扣的话,塑料拉链的话 在一些小包上面,大家能看到 比如说它那个公文包 要比较小的几个单件包上 能看到这样的拉链设计 除了那个口可以放进去笔记本之外呢 帮你把拉链拉起来 包的后面,这里有个拉链 在你不开主张的情况下 这个口也可以直接把你的平板或者笔记本拿出来 22升设计的最大可以装载笔记本的容量呢 是13寸的MacBook Pro 但是你的MacBook L 最早是那个飞视网膜屏 那个飞进去可能就够呛 它尺寸是314乘以220 然后是毫米 然后宽度可以到19毫米 那差不多是31.4厘米 乘以22厘米 再乘以1.9厘米 上面是主仓的一个情况 主仓除了后面有编动之外 前面跟之前的Snap 19和25没有区别 这个收纳带还是保存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挺好用的 原来我就会把笔记本 通过上面这两个扣 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变化 肩带变得更厚实了 对比一下您手上的25和19 肩带更厚实了 好在现在的肩带呢 在19和25上 你加10美金 也可以实现这个肩带的选配 除了肩带以外 因为背是它内建了一个 因为货外版呢 它内建了一个背板 在18年的时候 大家第一次买背板 就是因为25和19的 感觉背负不是太好 它后面装了一些比较尖热的物品的时候 你的背负感就会大大下降 所以它这次直接把背板做进去了 价格也算在里面了 然后除了背板以外呢 还增加了一个设计 背板这个空间原是可拆的 现在它在上面下面的槽都没有缝死 就通过这里可以把你拉杆箱的那个 推动的那个滑杆塞进去 然后就解决了 像之前用25背出去的时候 就出差的时候不能跟拉杆箱 就是有机的联动在一起的那个问题 然后小的这个22的话 它最大尺寸下面是16厘米 上面是41.9厘米 然后下一个变化呢 是它的一个提手 第七个点它的一个提手 提手呢针对原来的Synapse 它变厚了 然后做了特殊的处理 这个处理呢就让它 使得你的包背负更多东西之后 你提这个提手不会显得很累 然后提起来也比较舒适 然后到正面 第八个点呢就是它的标志 下移了 那原来在这里 然后现在移到了 正对包的右下方 它的对官方对这个解释呢是 据说这样可以让它工厂的人员 能更快速的辨别每一个包 比如我看到正面就知道这个包的符 是属于22还是属于19的一个符料 然后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它的底部 针对25和19来说它的底部有一个电面加厚加强 在这里可以看到 25给大家对比 25的底部就是很薄的一层 看形状的看得出来 薄的一层525的弹头尼龙再加一个内衬 22呢底部就做了一个电面加强的一个设计 然后再说到正面来 关于这个包 即使它很小众 但是在国内买到常规配色的朋友 应该已经有很多了 那 所以它的这个营销手段 就做一个比较新的一个配色 再加一点点价 然后为了里面一些特色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其次呢为什么长久以来 我一直都喜欢这个包 就像大胡子哥在它的评测里面讲的 它装了很多东西 可以装很多东西 然后神器的就消失了 比如说像这个款 它做一个设计上的调整了之后 原来很小的一个收纳 现在比如说我新款的Kindle 塞进去 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很多空余空间可以装别的东西 拉起来就什么都看不到 甚至用老款的Kindle 在键盘的这种 好久没有压缝里面了 已经都没电了 也可以塞进去 下面一塞 拉起来没有任何问题 还可以装别的东西 这个点我想提到的呢 就是首先第一 汤家的设计的收纳是立体化的 互不影响 不曾在我把这个包装好了之后 主仓就受到影响 其次呢 第二个点 他们设计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会根据已有的一些 废弃已经用不了的这些材料 不能做整个包主身的材料 做很多这样的收纳 再结合 感觉是最土的一种办法 但是最好用的一种办法 做一个小圆环 再用扣子扣上去 这个解决了很多问题 虽然用起来会比较 你初期你会觉得这样比较麻烦 但实际上 每次出行的时候 我会 我就这样的感觉 拿完东西 然后随手不知道又放哪 临时要找的话 也不一定找得到 经常就像在老师找东西的这个 这个 里面浪费时间 一般在前面这个小的这个收纳仓的话 我会带上 就刚提到他们整个一套这样的收纳的一个设计 他们会用这样的不同的钥匙 短的长的 长的可以拴钥匙 短的可以拴这样的小包 小包的话就防止你的东西用完 它可以帮助像我这样 没有太多收纳意识的人 会把东西放入圆处的这样一个习惯 养成这样的习惯 然后正面呢 是他们一贯的 这个大的收纳呢 是一贯的一个设计逻辑 就是把水杯放在这里 因为他们觉得水杯放在两侧 虽然我背起包也不会太明显 但是对于重心来说 对这个包的设计是不是很科学的 然后它在pilot上啊 包括在snap上面啊 它一直沿用的都是这个哲学 我觉得这个包我 这个口我不放水杯放别的 我也觉得挺不错的 下面呢 这个口也是一样的 它收纳非常大 上面我可以装一些 就按它的设计哲学就是 我甚至可以不用想 我就知道 我这里有钥匙 这有卡包 这有水杯 这边我会放什么 放笔啊 这边放什么别的东西 下面也是一样的 一般用这样的一个snake charmer 就可以把移动电源 体积本的一些电源线就放在里面 因为它两边都有分仓 再加上有不同地方一些 很多的提手 有一个挂点 所以在任何地方使用悬挂都很方便 其实它比较用性的一点 比如像这样的小包 都加了两个拉链 我记得我买过pick design的包 它很多收纳 它就只有一个拉链 那如果你的拉链整个弧度很长的话 你每次拿去都不是特别方便 以上呢 就是对这个 嗯 记忆板的简单的一个介绍 这一次出到的配色 比上一次出的配色多很多 上一次我记得在25的配色上面 只有一个深蓝色 一个红色 还有一个黑色 深蓝色的搭配非常舒服 这一次大家选这个绿色很多 食物到手的话 我觉得配合的也比较 就是 也比较 搭配的也比较融洽 另外一个新的配色就是这个色 食物感觉很像巧克力色 它的搭配度也还算不错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看下来 虽然我不太喜欢颜色鲜艳的包 但是我看下来搭配最好看的 我觉得是蓝色的这个色 有一个新出的一个比较 一个淡蓝色 大家选择的并不多 但在官方他们说 那个颜色是最被低估的颜色 然后也是很多人觉得 实物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 这个版本呢 就是如果喜欢这个包 又想买点情怀 不想跟这个包还撞包的话 这个版本大家可以做一个考虑 然后其次他们提到过 汤冰的整个包的制作都非常的复杂 所以它就不像我们买到那些代工 在境外代工那些包那样那么简单 每一个包到现在 像今天这个包 我偶尔看到一个线头 反正这个水准 我觉得他们家做包的水准 应该是真是挺不错的 然后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反正就是你承受它好的那一面 然后不好的那一面也一并接收就好了 然后以上就是我对这个包 简单的一个视频的一个介绍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还想看 了解关于这个包的其他方面的话 欢迎给我留言 然后我可以把你们想看的 想问的都一起发上来 谢谢